超级明星写手 李大勋 就是在盯着屏幕 从上周就在说 在期待李大勋的比赛 他的打法确实 一会儿大家能看到 他真的是 非常的让人觉得很舒服 他会一直找时机 一直打一直打 而且从中也能看到智慧存在 他会有不停的变化暂数 会变得特别快 比较流畅主要是 轻方是李大勋 横方是克拉斯诺夫 但是在这场比赛当中 克拉斯诺夫新高还是有优势的 他的前腿机头非常的好 克拉斯诺夫也是用这个技术 首先得到了三分 那是不是会爆出了吗 真的是在大马冠这场比赛当中 真的是非常的难以预料 现在李大勋有什么不停的用推踢 在给对手制造威胁 对直观看上去克拉斯诺夫身高的优势还是挺明显 对对对 而且可能腿长会比这个身高差距还要更明显 好的 李大勋得到了第一个两分 其实往往在第一局很难打开的局面 只要坚持下去 因为李大勋已经适应了这种打法 就是不停的进去不停的打不停的打 可是对于对手来说 所以他现在也是在里约奥运会之后升了级别 所以在这个级别当中赵帅也不算最高的 他和李大勋是一样的 应该比李大勋还高一点 所以这场比赛如何打 就要看李大勋如何去安排自己的战术 我相信他在右腿横踢在近距离得分之后 他依然还会采用这个技术 继续来得分 现在战术很明确很明确了 就是用推踢来破坏距离 然后进去比赛得分 所以在第二局看来之后 克里斯诺夫他就对李大勋的这个不停的往里进 不停的往里进已经招架的比较有难度了 不是每一次都能够防守的特别好 所以克里斯诺夫目前也仅仅是靠刚开局的一个技投了三分 而李大勋已经是连续三次 近距离技术 所以对于克里斯诺夫他虽然有这么高的身高 腿长所以在体能上他的消耗是非常大的 因为他每距一次腿他的消耗是不一样的 而且现在他没有办法很好的把李大勋控制在一个有效进攻之外 对对对对 而且不可否认李大勋一定会在第二局就开始不停的进攻不停的进攻不停的打 因为李大勋已经适应了这个节奏了 但对手是否能适应就要看克里斯诺夫能够把这个节奏长好 像招架的话只有防守能力他的体能会大大的下降 会是他自己最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克里斯诺夫目前看来他最大的得分点就是他的前腿 但李大勋已经放弃了前腿的直接得分而是用后续得分 其实没有看米分的这个观众 会觉得在整个场上的形势来看似乎是李大勋落后似的 他一直在不停的打 很好的气头 大家愿意看李大勋比赛就是在这里 无论是输和赢 他只要找到自己的节奏 他就会不停的去在自己的有效节奏当中去击打对手 去对抗 这一局李大勋是有三种得分的方式 对手的犯规 他的刚才一个直拳 然后有一个机头 现在分数到了11比5 他的得分方法还是比较多的 对手已经战力都出现了正面对战力 其实在所有的训练当中是最忌讳的一种战力的形式 就正面 你无法做出任何的踢机动作 然后还给了对手最大的击击打力 真的是非常累的 我感觉出来 好 第三局 你给了对手的结尽 就先说 这位赢格还是给了对手的 这位赢格是这么大 能力击理输 但是现在的转发